我第一次跟叶牧师在电话里沟通的时候 叶牧师在电话里跟我祈祷 我经历到很平安、很舒服的感觉 马上叶牧师说今晚跟你祈祷之后 你可能会有异梦 因为我本身有异梦的 马上就发过异梦 还有灵界的灵 叶牧师很快就离开了 是否你之前有灵界的影响 因为以前他拜的偶像 会经历到 因为我练经很厉害的 晚上一刻就会经到 感觉 还有在梦里面见过他们 有这些感觉 很可怕的 之后我就放弃了 我不想再练这些 祈祈祷去到教会 三次祈祷之后 从未有这些梦 这些灵界的灵界 这些灵界的灵界 但是他们 他们 我敬拜 祈祷的过程 他们都会来 骚扰 有一次我没见过 那个形象 但是感觉到 我很害怕 那一次 我看不到一些东西 但是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 然后我就要斥责他们 很快就离开了 之后 我心里面 就很大的平安 到现在为止 每当我祈祷 或者等候神的时候 我那种喜悦 完全是喜悦 在里面出来的喜悦 就算我现在说话 我那个喜悦又出来了 你们可以看到我的笑 完全不同 很开心 多谢主 多谢主 真的很感动 很多谢主 你和以前有什么分别 以前我都要等候祈祷 但是感觉不到 那种感觉 但是 祈祷真的很好 到当你真的想全身摆上的时候 他真的一直 他一直在教我 一直在教你 一直在教你 就浸泡之后 不住就会和我说话 那时候我整天都不熟 他说 他说我的恩 怎样救你 之后 过了几天之后 他又和我说 他说我的道路 我和你一道高 你的疑念 我的疑念 我和你一道高 你的疑念 我真正知道他想和我说 不是我自己 自己想的 因为那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 神经那些话 我都无法表现 真的想和我说 过夜 那个晚上 就是 夜幕司和我站起来 然后 晚上 又发现我 然后 有一些连接人来 其实他走到之后 我第二天 上班之前 都在换衣 我突然想到 昨晚的经事 我就很开心 然后 神又教我 他说 没有因为 那些鬼魔盒 怕你 你就开心 你又 因为 你的名字 多是天上 你才开心 这些说话 又不是 又不是我的 圣经上面 我知道 那时候 我真的一片 圣经都没看过 只不过 听到 那时 听过 如果你叫我 突然想起那句说话 我是想不到 就是 夜主伯伯和我说话 他真的很爱我 总之 你们要全部 依靠神 就是把我心打开 他会一步一步 这样 带领你们 真的成长这么奇妙 和很爱我们 好像这几天 被我见到 我见到一些食物 我就想起 爸爸给我们的东西 全部都是好的 他无论他让好些食物 让他知道我们喜欢吃什么 他创造了这么多东西 给我们 还有大自然的环境 那些花草 树木 他创造这么好的环境 给我们 所有的东西 都是他在祝福我们 但是 人的压力 那些都是其他的东西 那些鬼魔 他不喜欢我们 那是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全身 依靠主 所以一切东西 放下 我们的生活 有主同在 是完全不同的 多谢主 一切维绕归曲主 感谢主 感谢主 即是说那时候 你都未懂得食华 是啊 我未读过 证经 只不过听些人说 但是我会突然想到 读过那句说话 一早就忘记了 但是那时候 是主跟我说 很肯定是主跟我说 所以这个就看到 神的工作 那你之后的生命 有什么改变 之后 生命里面 现在主一直在教我 让我改变所有的 一些坏的脾气 生命里面一些 属于世界那些东西 没有和别人尊敬 要爱人 要跟随主 因为有时候 做错事 里面有个声音 跟我说 他说 这个不对 不可以这样 我马上就在生命里面 形罪悔悔 我对不起主 我是你 父方是你 腹筋忏悔 形罪悔悔 会什么什么罪 我就形罪悔悔 主一直在今生我 在我里面 教导我 在今生我 所以很感激主 很感激主 多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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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主